因为王定宇委员改成视讯来咨询 立委王定宇咨询开始前临时改成视讯 因为办公室有同仁乃役 疫情在政坛持续延收 前一天确诊的立委林静怡蔡世英 同样透过视讯居家办公 蔡世英委员透过线上咨询 感谢赵伟 能不能邀请外交部部长就被巡台 谢谢 两人确诊前2号都曾到立院开会 蔡世英咨询前跟跟同事立委何志伟 短暂聊天 李法院目前包含立委在内 累计36人确诊 明天党团总招柯建民表示 请向不召开临时会 若确定不开也将中断 从第九届至今 连续开12次临时会的记录 但目前包括国营事业预算 台铁公司化国安法等等 还有相当多重大议案上代处理 时程可能受到冲击 你要跟他说明清楚 我们现在要开的是快筛羊的专门处理站 这算是个防疫基本诊 疫情延烧政坛台北市长 柯文哲随后确诊 市长紧急取消行程进行快筛 诚信阴性不需要PCR 为了小心起见 暂时先居家办公 但目前规划5号会如期到议会进行市政报告 交渡人员进到台北市议会 将议事厅跟议员开会的会议室全面消毒 甚至还进到议员办公室内 因为目前包含王欣怡 陈永德等 累计7名议员染疫 就怕疫情持续升温 加强清修 防止议事停败 议会开议 结果又是这场面 冷清中不失炮火 就为了辅会餐序传播链 造成多名官员与议会人士感染 这已经是教育文化业务第三天质询 参会传播链仍旧被点题答询 辅会疫情蔓延 让双方都在低气压 台中市议会更因此决定 要求议会内人员 尽量不要在楼层或处事流动 等于变相禁止串门子 截至目前为止 造成21人确诊的台中市府 会参序传播链 疫情发展仍在监控中 其中议员挂病号的 视讯质询只能告吹 只能居家隔离照护确定缺席 至于官员染疫的 也只能请副手或代理人 代打背询 辅会传播链 使得议员名代逢人 就被问出席参会了没 原本只有辅会人员 有默契出席参加的参序 结果传出有里长也出席 辅会染疫之外 就连基层里长也遭到波及 在林熊秋让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nat Jeżeli工elpon tro 全部 bill erg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